在会见蒙古国副总理阿玛尔塞汉时 王毅表示 中国和蒙古是山水相连 修其与共的友好邻邦 双方应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加强互信 加强沟通 坚定推动新时代中盟关系行稳致远 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在会见尼泊尔联邦院副主席阿亚尔时 王毅说 中尼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换考验 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 已成为不同大小国家间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 中方将坚定支持尼泊 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发展道路 愿继续为尼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在会见巴基斯坦外长吉拉尼时 王毅表示 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 和中巴经济走廊启动十周年 走廊建设 迄今为巴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站在新的起点 期待双方进一步建设增长走廊 民生走廊 创新走廊 绿色走廊 开放走廊 实现走廊的高质量发展 在会见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长穆塔基时 王毅强调 中方一贯重视发展对阿关系 尊重阿国家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方将一如既往 支持阿富汗包容建政 温和施政 愿继续通过阿邻国协调合作机制等渠道 帮助阿方更好融入地区经济合作 阿富汗